宜蘭市新興路一間民宅日前發生了火警 男主人不幸葬身火箍 縣長夫人林素雲今天到受災戶家中來慰問 除了自證2萬元的急難救助金之外 並且允諾協助受災戶 緊述完成財務損失以及死亡給付等補助的申請 這個月22日中午12點多 宜蘭市新興路一處民宅發生火警 男主人不幸葬身火箍 縣長夫人林素雲今天特別到受災戶家中慰問 並且致證2萬元的急難救助金 並且當場允諾 會協助受災戶 儘速完成財務損失 以及死亡給付等補助款的申請 這個財務損失的補助款 這個人家寄消防局的報告 以後來馬上發放 另外這個就是針對貴心育的死亡補助給付 現在檢查官公還要解剖 對於這部分因為這貨主機 其實有非常抑制 包括他們本身的勞健保也沒有 也沒有去保險 就是說非人為因素才有辦法請這條錢 因為受災戶的家境相當清寒 先議員江聰淵特別呼籲善心人士花揮愛心 共同協助受災戶渡過難關 有意願的人可以直接和社會處社會救助科來聯絡 宜蘭新聞記者LINE福星採訪報導 其實 並說 我 可以 尚 我們 我